俗哥说电影 方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恐怖片 汉娜格雷斯的着魔 影片也开场 被恶魔附身的春花 正在接受驱魔的仪式 现场一共有三位男士 一位是春花的爹地王的白 另外两位是天主教的神父 哎呀 看了那么多关于驱魔的电影 我发现大多数神父 全是白食犯的 不是被恶魔揍得鼻青脸肿 人是不行 就是魔没驱走 还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 这部影片也不例外 年龄稍微大一点的 这位神父在跟恶魔 比拼内力的过程中 戏份很快就杀了轻了 另一位神父一看 当时就吓鸟 当恶魔症运气 准备再次发功的时候 春花的爹地王的白 及时出手 时间不大春花就挂 看着被自己亲手 干掉的亲规矩 王的白是老泪 纵横难受到不行了 东门以前是一名警察 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由于他的犹豫不决 搭档被歹徒给杀害了 这件事给他的心里 留下了巨大的意义 他曾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酗酒而且还戏毒 他企图用一种极端的方式 来麻醉自己 他男朋友龙套哥是忍无可忍的 最终跟他提出了分手 后来东门参加了护助会 在护助会成员的帮助下 他终于走出了阴影 并且经护助会成员 秋菊的推荐 找到了一份新的功能 医生说在过去的六个月 夜班停尸房助理这个职位 已经换了三个人 那里不仅冷冷清清没人气 而且还有一股难闻的闻 东梅说我耽误检查 这都不将事 医生说在这待久了 就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总觉得某个抽屉里的尸体 还没有彻底嗝去 而且晚上会听到 有东西上窜下调 希望你不要被吓尿 东梅说什么回家事的 我根本就不信那套 接下来医生向东梅 介绍了停尸房的内部情况 医生说这是停尸房的专用入口 有尸体送过来的时候 你必须在这接受 然后你还得负责给尸体 拍照和采集指纹 如果是绿色的 这尸体就可以放弃 如果是红色 那就说明有问题 你明天晚上11点过来上班 到第二天早上7点进入 虽然我们这儿有些阴森恐怖 但有奖金有社保 肯定比你以前 当警察的时候得好 第二天的晚上 东梅准时来医院的停尸房上班了 时间不大 就有一具尸体送了过来 东梅忙活完 刚把尸体推进柜子 保安小卷毛团出现了 把东梅吓得是花之乱颤 东梅说你这倒霉孩子 肯快过滚蛋 要说这停尸房确实是够安静 特别适合西服气躁的人 在这修身养性 百无聊赖的东梅正在玩球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停尸房入口的提示音 他走到门口一看 发现是一位不速之客 东梅说你再跟这儿吓唬闹 我就让保安来收拾 东梅上去没多久 就看到又有尸体送来 这具尸体不是别人的 正是开头那位被恶魔浮身的春花 当东梅给春花拍照的时候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这摄像机总是出故障 怎么也拍不成 而且扫描指纹的时候 这扫描仪也坏了 从这种情况上来看 这春花是来着不善 东梅这边刚想把春花的尸体 推进柜子里 桌子上乱七八糟的玩意 突然就摔碎了一地 东梅忙活完刚喘了口气 突然就听到停尸房传来动静 他走过去一看呢 发现春花的尸体不见 原来之前那位不速之客 不知道什么时候留进来 东梅当警察那么多年 见过无数的盗窃犯 可偷尸体的他还是偷一回见 经过一场肉活战 不速之客拖着春花的尸体 来到了风花楼前 打算一把火把春花的尸体给烧了 原来这位不速之客不是别人的 正是春花的亲爹王德白 两人正对峙的时候 保安及时赶到 王德白说你们这帮吃花群众 再不把尸体烧了 全都在丢了命 王德白被警察带走之后 东梅把春花的尸体 重新推进了停尸柜 虽然这东梅不信鬼神 可有些诡异的现象是真的很吓人 回想起刚才王德白说的那些话 这解门是越想越害怕 保安小卷毛正在玩球的时候 突然听到停尸房传来动静 这哥们刚把头伸进去 就被恶魔掐住了脖子 紧接着恶魔就开始发功了 时间不大 小卷毛的戏份就顺利杀了清 东梅蹲坑的时候 小卷毛玩的球突然滚到了他脚下 他刚想弯腰去捡 春花的一只手突然把球给抢走 东梅在网上一查才发言 原来春花是在三个月之前的一场 驱魔仪式中灵的号派 而且更诡异的是 春花尸体上的伤口居然在慢慢的愈合 看到了春花模糊不清的身影 这下可把他吓得不清 他急忙来到楼上 把这件事告诉了正在职业班的秋菊 秋菊说别开玩笑 你是不是又嗑药了 你看到的都是幻觉 千万别信心 恶魔一听可气的不清 心想这是不拿我当回事 于是猛的一运气 当时就把秋菊送进店上帝了 接下来恶魔开始主动发起进攻了 他首先把送尸体的胡子哥给杀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被押往警察局的王的白图中 杀死警察又反过来听什么 并且逼着东梅把春花的尸体拉了出来 王的白说春花之前身受抑郁症的困扰 后来被恶魔给盯上了 教会那帮人全是犯罩 进行了多次的驱魔仪式屁股没有 在最后的一次驱魔仪式中 算是彻底把恶魔给折毛了 如果想要杀死这个恶魔 就必须把尸体给烧掉 随后东梅和王的白把春花的尸体 弄到了焚化炉前 可这二位刚打算把尸体推进去 恶魔不愿意 经过一场垃圾战 王的白被恶魔推进炉子里领了 东梅一看 意识到再不跑可就跑不了了 于是虚晃一招仨子就聊了 煮熟的鸭子要飞 那恶魔能打赢 直接就把东梅关进了厅食柜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保安洛塞湖和东梅的前男友龙套哥 即时赶到 恶魔一看这人都到齐了 也就不了急了 他首先解决掉了保安洛塞湖 然后向东梅和龙套哥发起了总攻 影片的最后 东梅冲破心理障碍 开枪把恶魔给揍印菜 然后把春花的尸体送进了风华屋 临死前恶魔想拉东梅一起下地狱 大东梅能愿意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下 鬼怪全是下车弹 驱魔更是把人帅 闲来无视多看书 这样才能不受骗